各位同学 大家好 佛法将慈悲为本 方便为美 儒家说夫子之道 忠树而已 佛跟儒 所说的 忠心的理念 确确实实 能够帮助一切众生 达到幸福 美满的愿望 前几天 跟诸位略略地提到 命运与风水 我们都是凡夫 凡夫决定会受外界事物的影响 凡夫有分别有执着 有分别有执着 就落在素里面 也就是说 你就有命运 这个素可以能够推散得出来的 诸位多念过廖凡思讯 这些道理 这些道理应当很清楚 很明白 所以 齐心动念 有分别有执着 有分别有执着 就随着 就随着境界转 心随近转 是凡夫 这就决定有风水 道理是这么来的 所以圣人 什么叫圣人 圣这个字的定义 简单地讲 对于一切四里通达明了 这种人就称为圣人 圣人可以不受命运的主宰 为什么呢 他与一切人四无 事处事件法 没有分别执着 这超乎命运之外了 道理在此地啊 你有分别执着 你就有命啊 你没有分别执着 你超越了 你受外面环境影响 你就有风水 你不受外面环境影响 自己能做得了主 你就是佛菩萨 楞严经上讲得很好啊 若能转境 则通如来 你有能力不被环境转 你可以转环境 那你就圣人吧 佛菩萨就是圣人 反而上的差别 再次跌 我们没有能力转变环境 那就要选择 对自己修学 有力的环境 你看古人 在自己功夫 没有成就的时候 都选择 深山大测 中苦 一般的丛林道场 都选择 在深山里面 交通很不方便 人籍喊道 这种环境修学 被自己 就有力了 我们会被外面环境转 尽量避免 这是聪明的做法了 这是智慧的选择 道自己 道业有成就了 什么成就呢 不被外面环境转了 自己做得了主宰了 这个时候 在下山 在入世上 帮助一切苦难中生 是让你功夫有成就 你要没有成就 进入这个社会 尤其是现代的社会 现代的都市 你决定会迷失了自己 换一句话说 你会堕落 这个堕落 不仅是现前 堕落在明文立扬 五于六成之中 怕的是 来身堕落在三我道 那就苦了 去选择环境 对我们 学习 就非常重要 我们今天的大环境不好 我们要建立好的小环境 保护自己 大环境是什么呢 我们用外国人的讲法 叫磁场 大环境的磁场 对我们修学不利 如果讲磁场 诸位不能够清楚 我们换个名词 中国人讲的风气 你看看现在社会风气 风气就是磁场 全世界 都市不如乡村 乡村的风气 比较淳朴 换一句话说 诱惹的面 比较少 诱惹的程度 也比较轻 全世界的大都市 诱惹的面 广 诱惹的力量 深 如果没有相当定位的功夫 很难保住 我们自己 那么我们自己 能不能找到一个 山林 水瓣 幽静的环境来修学 这是自己的福报 我们很想隐居 买有福报 居住在都市修行 是很不幸 天天要给外境的抗拒 时时刻刻要提高警觉 稍微不谨慎 就打败仗了 就堕落了 今天这个社会 要以佛法来说 步步都是心肯 步步都通达地狱之门 几个人 这不是一般人 几个修行人 几个聪明人 能拯救到 能看到 能够防范 凡是能够看到 此时真相的人 这个人有救 看不到此时真相 点也点不行 那就是无救了 对于 这个大的环境 整个的社会 国家 世界 我们有责任 维护 安定 和平 处处 处处 要为众生幸福 着想 不要为自己 你这就叫行菩萨道 要常常记住 学为人私 行为示范 给社会大众做个好榜样 社会大众今天犯了什么毛病 我们要如何对之 帮助他 那就要是 反而其道 而且 我们看到社会上一些人 贪图 明文 立养 我们怎么表现 我们要做出个样子 学期明文理 世界人 追求荣华富贵 我们必须放弃 荣华富贵 要真做个样子 给人看 世界人 逆逆想 控制 别人 控制一些 人 四无 我们把控制 这个一逆 放下 世间人 念念想 占有 一切人 四无 我们把占有的念头 也放下 念头上前没有 哪里会有这些行为呢 我们 我们过得深苦 别人看起来 很清苦啊 苦乐 没有标准 而我们自己 所受的 真正之落 他哪里知道 我们在想落 想清福 清福是真的落 是健康的落 是健康的落 世间人享受 五一六成之落 那个落是麻醉的落 是吸毒的落 是打马飞的落 是病态的落 不正常啊 都细细想想 对不对 我们这种落 他不知道 他从来没享受过 我们看到 他的享受苦啊 那真正是所谓 荒唐到极处啊 一砖银 古报不堪事项 我们能够学吗 能够仿效吗 佛福尔 世间甚至的教会 都是精欲良也呢 在现在这个社会 确实有一些人 被名利 被物欲 冲昏了他话 迷射了方向 详尽方法 在这个社会上 夺取他的名文利 物欲的享受 已经到了不择手段 连正法 佛法 都被利用了 这个事情 佛经上有记载 在世尊在世的时候 魔王波寻 劝世尊 早一点入半夜盘 魔法院 要破佛法 佛孝就是 佛法是正法 没有人能够破坏 魔王跟佛讲 等到你末法的时候 我叫我的魔子魔孙 通通脱迦 来把你的法灭掉 世尊听了一句话不说 流言论言 所谓的是 剃辱私自虫 还舍私自肉 那我们现在是末法时期 现在佛门是不是就现象 大家心里 都有说 所以我们 要做真正的 佛弟子 要想这一生当中 真正有成就 你首先要认识 必病在哪里 从内心里面 把它割除 我们才能有成就 实在讲 世尊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 他写得干净 活得自在 活得快乐 世尊一生 没有到场 起源经世 你们如果有机会 到印度去看看 虽然现在已经成了废墟了 遗址还在 大致情形 看了之后 也能想得到 小毛棚啊 每个人住的 都是小毛棚 集会奖金在哪里 草坪上 树下 佛奖金说法 所以今天 我们大家在一起 共住 共住 还是要恢复 像起源经世 这种小毛棚的方式 有很大的好处 对居住环境 没有丝毫留念 居住豪华的涉地 这个房屑 住得很舒服 很安稳的 他不想离开 祈寥 叹息 控制的念头 担忧的念头 将来死了以后 不能夺人生 要夺出生生 还是在这个道场里面 做蟑螂 做蚂蚁 做蚊虫 他捨不得 离开这个地方 就变成这一类众生 一世多可怜 多可悲 世尊在当年在世 生团没有组织 没有层层皆知 只有一个私生的关系 一千年代五十人 我们经常常看到的学生 释迦摩尼佛是老师 因为听说分班分俗 哪个是班长 魏瓦 经常所看到上手表伐的 不是真正的组织 为什么他们能生活的 在一起生活那么愉快 那么幸福 每一天文法 大家的思想见解 逐渐相同 这个相同 不是说 接受释迦摩尼佛的思想 间接不是 每一个人把自己的妄想 分别执着都舍弃 不就同了吧 佛家见和同结 是这样同的 不是说 佛的思想正确 我们都是错误 我们要用释迦摩尼佛的思想 做我的思想 错了 那不是被释迦摩尼佛牵着鼻子走啊 释迦摩尼佛不干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是母干的 佛不干 佛绝不控制人 绝不牵着人鼻子走 佛教 佛教各个人 顶天立地 各个人都有佛性 一切众生 皆有佛性 皆当作佛 这是佛教导我们的 所以真正佛法 决定没有控制 一切人事物的念头 没有占有 一切人事物的念头 你能够把控制 占有 分别 执着 学相 你就得大自在 你过的就是佛菩萨 就是天人神仙的生活 这是我们应当要明白的 要认真 努力 学习的 我们应当学得跟祝佛如来 一模一样 不比他逊死 这是佛法的教学 这种形式的组织 很容易被人利用 还是没有组织的好 没有组织就没有力量 什么力量 那个力量是争权夺利 我们不要这个力量 我们要什么力量 我们要界定会的力量 这个力量可以突破三界 可以了断生死 可以把我们的生活空间 拓展到虚空法界 我们要这个力量 这是真实智慧 这个真实智慧 才能帮助社会 暗定 帮助世界和平 帮助一切众生 得到真正的幸福 为满 这叫大慈大悲 这叫大慈大悲 这叫大慈大慈大慈大悲 所以有价值 所以是念念 为于社会安全 整体是着想 今天时间到了 我就说到此地